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在过去几年里 普遍认为A2 设备将是下一代个人计算平台 但随着TedGPT等生成式AI技术的崛起 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 将其视为真正的下一代个人计算平台 目前 关于个人AI专用设备的未来 仍然充满悬念 然而 在今年的4日子上 初创公司车本子再次引起关注 于1月11日 Labbit在X上宣布首日售出1万台Labbit R1 比他们内部设想的500台多了整整20倍 同时 他们表示第二批Labbit R1订单 预计将于4月到5月交付 考虑到199美元的售价 这意味着Labbit R1在正式交付之前的第一天 就创造了2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 除了Labbit官方 许多人都对Labbit R1取得如此成功的开局感到意外 甚至有人称其为AI时代的iPhone时刻 当然 也有人对Labbit R1的意义 提出了严重怀疑 认为一旦手机厂商将大型模型集成到语音助手中 就可能直接淘汰Labbit R1这类产品 那么Labbit R1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呢 和Tiger一起来看看 Labbit R1是一款完全独立的硬件设备 体积小小 仅有一个巴掌大小 其正面配备了一块2.88英寸的触摸显示屏 整体采用橙色涂装 屏幕右侧设有一个模拟轨轮 上方配备一个可360度旋转的摄像头 可朝上或朝下存放 使用时可朝前作为前置摄像头 或朝后作为后置摄像头 机身左侧配备唯一的Type-C接口 右侧有一枚重要的实体按键 长按即可开启对话功能 除此之外Labbit R1支持WiFi和蜂窝网络联接 搭载了2.3GHz联发科Filiop35芯片 4GB内存以及128GB存储空间 官方声称其电池满电续航能力为一整天 然而Labbit R1的硬件仅仅是冰山一角 其核心在于搭载了Labbit OS Labbit R1的交互方式非常简单 用户只需按住对话按钮 并发出语音指令 Labbit OS令生成是AI技术理解并拆解指令 然后执行相应的操作并进行反馈 例如用户可以直接说 帮我叫一辆Uber去某某地点 Labbit R1会自动解析 并在云端完成整个轿车流程 输出相关信息 Labbit R1还能连接SWiFi账户播放音乐 预定机票等 利用360度旋转的摄像头进行视频通话 并执行一些计算机视觉应用 尽管相关功能或软件支持 尚未详细说明 总体来说Labbit R1并不搭载各种案例 而是通过生成是AI理解用户的自然语言 再通过云端拆解和自动化操作来完成指令 官方表示 Labbit R1目前仅支持部分主流应用 但具有学习能力 Labbit R1的Rabbit OS建立在Lore Action Model上 该模型通过学习用户对特定应用的意图和行为 然后模仿和执行操作 与通常听到的大型语言模型IOM不同 Labbit的利用大型动作模型 更注重理解人类如何使用应用和服务 并进行模仿操作而不是依赖API接口 官方表示 Labbit R1基于互联网上 大量消费者发布的应用程序界面进行训练 并随着训练数据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 Labbit R1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在训练模式下 Labbit R1还支持用户个性化训练自己专属的链模型 剥离链模型的概念后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Labbit正在推动的事物 实际上 他们主要通过最新的AI技术 将语音作为人机交互的主要方式 这也是个人AI设备的核心方向 Labbit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 由创始人监察欧旅程领导 他曾是智能音箱公司杜鸦的创始人 在杜鸦被百度收购后退出 旅程与杜鸦音箱 从这个角度来看 Labbit的出现并不出人意料 无论是杜鸦智能音箱还是Labbit R1 其根本目的都是将语音交互 视为未来人机交互的主要方式之一 与Rabbit相似 去年备受关注的I.I.PIN也是支持 G.P.T.模型的个人恩恩设备 由初创公司Hillman开发 I.I.PIN同样是一款简单的产品 甚至没有屏幕 主要依赖语音和摄像头 进行所有交互和反馈 甚至还具备手掌投影的功能 在多次报道大模型的文章中 我们多次提到一个观点 随着大模型带来AI理解能力的飞跃 很可能会彻底改变人机交互的主要方式 手机厂商 初创硬件公司以及大模型厂商 都在围绕对话交互的变革 推出和升级新产品 例如Hillman的创始人都来自苹果公司 曾参与多款苹果产品的研发 专注于用户界面和交互 对iPhone的首次滑动解锁功能 有着卓越贡献 有趣的是 Hillman总部位于加州的旧金山 与另一家广受欢迎的公司OpenAI同城 去年9月 有消息爆出OpenAI的是Ossam Automate 前苹果传奇设计师周尼奥和软银创始人孙正 正在商讨一种全新的AI设备 后来有报道指出 即将离职的苹果产品设计副总裁天天 也将参与该项目 尽管我们不清楚这个项目会推出何种产品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肯定在围绕新的人机交互方式进行构建 Ribita1的体积是无庸置疑的 比手机还小 而现在的手机都是向大屏发展 当然也有坚持做小屏的手机 可是手机的功能更强大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 手机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手机的功能不再局限于通讯工具 而是演变成了一个集成多种便捷功能的全能设备 首先 通信仍然是手机最基本的功能之一 从最早的短信 电话到如今的及时通讯应用 手机使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能够随时随地保持联系 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更使得人们能够分享生活顶地 与亲朋好友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 然而 如今的手机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是一部通讯工具 摄影和摄像功能的强大提升 让手机成为人们日常记录生活 分享美好瞬间的主要设备 高像素的摄像头 先进的影像处理技术 使得手机摄影不仅能够满足日常需求 还能够达到专业水平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手机正变得越来越智能 语音助手 人脸识别 智能推荐等功能 使得手机更加贴近用户需求 语音助手不仅能够听懂并执行用户的语音指令 还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 人脸识别技术不仅提高了手机的安全性 还使得支付 解锁等操作更为便捷 智能推荐算法则根据用户的喜好和习惯 为用户提供更个性化 精准的信息和服务 手机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娱乐中心 通过手机 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观看视频 听音乐 玩游戏 高清的评论 优质的音效 使得手机娱乐体验愈发丰富 而且 手机还可以通过连接互联网 观看在线直播 参与社交媒体互动 使得娱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媒体形式 工作和学习也离不开手机的支持 手机上的办公应用 云服务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处理工作和学业 邮件 日历 备忘录等工具 帮助用户更加高效的组织生活 学习也变得更为便捷 通过手机用户可以随时学习新知识 参与在线课程 获取各种学习资源 健康管理是手机功能的又一亮点 通过搭载各种传感器 手机能够监测用户的运动 睡眠 心率等数据 配合健康管理应用 用户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制定科学的运动计划 甚至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最后 手机还扮演着支付工具的角色 移动支付的普及时的用户可以轻松完成购物 交通 餐饮等各类支付行为 手机上的支付应用更是将银行 信用卡 优惠券等多种支付方式整合在一起 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消费体验 总的来说 Rabbiti一代替手机 很难 除非它把自己做成手机 你觉得Rabbiti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